你知道大草頭是誰的嗎 大草頭是我爸 小頭宇宙不斷擴張 王陽明也在該系列全新電影 以Michael哥之姿強勢回歸 片中除了多了他與隆天祥的父子情 經典的打鬥場面自然是少不了 我跟證人說打的話 我們合作過好幾次 我們像好兄弟一樣 我們有的時候是來真的 就是我會跟他講你就來真的吧 他也會跟我說你就來真的吧 我們就喝兩杯然後就來 真的隔天起來全部是郁親 我只是看不到因為他都刺青 但你起來的時候會痠痛 還是你喝醉了 小孩不行啦 他才4歲 他不行了 老婆是肯定會來支持的 他很期待 而首度加入角頭的張懷秋 這次試點王陽明的左右手 預告搶先曝光 他對王陽明架著脖子的火爆場景 我們也沒有壓很多次 好像三四次吧 對然後因為你這種比較有工作系的 你肯定是要比較真的來 才不用一直排一直排 對所以當下被壓的內傷 那確實是比較痛 然後不能呼吸 你這樣排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但過癮嘛 過癮嘛 我對 我比較M 對 很過癮 過癮 過癮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哥會不會過輸 不知道 我們自己下真的完全沒有聊過 跟他十多年的默契 我們一起主持過節目 然後又有大腿發 然後在舞台上面的表演 這 這感情是很難被模擬的 對所以未來 我覺得還是沒有可能 在喜劇上面會碰到 那天就是 跟他停救一下大腿 但是呢 剛好有馬來西亞朋友回來 就是多喝了一點 就是還過頭了 真的是跟他停救大 所以剛剛講了 為了腳頭 現在不喝酒了 這次的事件呢 實際上我是覺得 不應該也是蠻後悔的 畢竟我這個年紀的 70歲的 好好的一個紀錄呢 那天就這樣就破了 就是很不好 所以我希望 在這邊呢 也跟各位媒體 對還有各位觀眾 就說聲抱歉 這樣 下午好 還有 早上好 你好 大家好 對 呃 是他們在這邊 無聊啦 在這邊 其實 其實一個很正常的 一個問候 那 記住 叫他們8月16日 不用去借膽 直接去看電影 那 可能會有一些收穫吧 大家好